好消息 9月20日 熊猫中心终于公布了正在野培中的三对大熊猫母子的境况 此次暴雨来势汹汹 已经导致神树坪基地连续避原七天了 好在奶爸奶妈们风雨无阻地每天都去照顾手下的熊猫保望 相较于有饲养员细心照料的圈养大熊猫 那些正在野外培训的以及放归野外的大熊猫 在狂风骤雨中显得孤立无援 刘小强饲养员唯恐闲闲 在如往日般鸡肠碌碌地等待着她 于是雨刚停歇 她便与团队驱车赶往天台山 以核实野外培训母子们的安全状况 暴雨之后 山洪雨逆时流肆虐 闲闲母子所在的野外培训区域也遭受了冲击 道路变得泥泞不堪 一路颠簸起伏 山路被倒下的树木与散乱的岩石所覆盖 饲养员不得不放弃车辆 选择不行 流奶爸平日里每日都会踏足这条山路 为贤贤他们送去食物 往常这个时候 贤贤早已期盼着奶爸的到来 一旦饲养员现身 贤贤便会满怀信赖地跟随其后 而今 这条路上布满了被风刮倒的大树 饲养员虽已年岁不清 却仍毅然决然地翻山越岭 跨越湍急的水流 与流奶爸同行的还有吴大夫奶爸 他就是那个曾经用吧台大架接工训熊猫 乔乔回基地场面 堪比西非回宫的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那位抱着仔仔的奶爸 但在此刻 野外培训熊猫的安全 如同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他的心头 他无论如何 也要亲自确认这些熊猫宝宝的安全无恙 幸运的是 饲养员们成功找到了野外培训的六只熊猫 风雨过后 一只小熊猫安然自得地挂在树上休憩 他的母亲则在附近守护着孩子的安全 饲养员们心中都松了一口气 在这里我们忠心地感激那些不辞辛劳 千里迢迢前来确认熊猫安全的基层饲养人员们